这副药的药引子 姚儿 采药容易 难就难在这副药的药引子上了 药引子 什么药引子 爹 你快说 到底用什么做药引子 你快说呀 你都急死我了 姚儿 这药引子 就是女儿身上的厨子之血 你叫什么名字 龙飞虎 咱现在是逃命的 你埋他干嘛 不管怎么说 死者为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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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醒了 王瞳 王瞳 这个狠毒的女人 你还我们龙家人的命 你害了我们龙家 你害了我们龙家 你还我们龙家人的命 我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你个忘恩醉意的王八蛋 你知不知道 我们宅主为了交你的命 连他们 放开他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他 后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红尔 你是担心受罚的日子过多了 到现在不会了 自从我回来 我反倒越来越喜欢黑夜了 有你在我身边 这个世界哪怕再虚囊 你好像安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术玉境 而风不止啊 何时才能有真正的清静 子郎 我们的家仇已经报了 你这个现场 当得如此的辛苦 不如我们找一个地方 一个安静的地方 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再给你生几个孩子 我们幸幸福福地 共度余生 好吗 东儿 山河坡 沾暗水 我实在寒窗 一生宏愿 就是要在龙城 完成我报国兴邦的理想 虽不能立万狂安 但也可保一方百姓平安 我很久没有听到 你如此的慷慨沉思了 这样的你 才是我最喜欢的样子 有朝气 让我的血都会飞腾 东儿 热血澎湃的胡四郎不会死 只是要面对龙城的 虾兵血将 还需忍辱负重 苟且妥协 地图来日大击 无论你怎么做 我都会在你身边支持你 你怎么会为了我 让你受了多少委屈啊 四郎 我听下人说 陆正明白天来找工 你发了很大的脾气 没什么 公务上的事情 我看得出来 你收拾于他 我很担心 他会成为你以后在龙城 最大的威胁 我何尝不知道 可龙城未定 龙非虎非楚 还不是翻脸的时候 我们和龙家的仇恨 真的要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了 这就是宿命吧 我们也无法回头了 执迷于复仇 让胡四郎偏离了 仰不愧天的围观初衷 更忽视了童儿心底 对宁静生活的渴望 心魔一旦冲出牢笼 就再也难以驯服 实际国一旦冲出牢笼 四眼 您找我 四眼 诶 我和川芳要去趟御城 御城 四眼您去御城做什么 我给你打听的事情 少打听 我回来之前帮我干件事 您说 我张盛发手下 那个姓马的狗腿子 给我抓起来 小子明白 去吧 马医生 以后我们三个就靠马医生 你来 来 敬马来一杯 好说兄弟们 好说 来 喝 老板 姐 再给兄弟们弄几个好彩 弄凭酒 是是是 姓老板 姐 小店本小利宝 您看能不能把上次的酒钱 给结一结 保安费还没交齐呢 你该给老子提钱 滚 滚 你说说看 这些个王八蛋 整天来吃白食啊 你看看没有什么出息啊 见了保安团的 事都不敢出一圣子 这个娘儿等他个屁啊 还不敢等他 你过去人来收拾这帮王八蛋了 你过来一个吗 是吗 好 嫁爷 别别别 人呢 这帮王八蛋 都在屋里那儿 哪儿了 你这有事这点吗 说句话 给他拿上纸 老子 知道老后谁吗 谁让你们来的 知道老后谁吗 活进来了 谁让你们来的 是你 贾爷爷 我 你这叫欺压商户扰乱治安 现在就把你带回县府去 听从县长的处置 下三言 你敢动老子试试啊 老子是赵团长的人 把这帮王八蛋给我压下去 谁敢动老子 做什么事啊 这老子是赵团长的人 这老子活厉害了 对不起 我官司 听从县长的 各位藝人 正在这地方 我呢 我在这边 这也是 适合 这边 我没有 不想回这边 你 都不想了 我 不想了 你 我 你 韩团长 久仰久仰 吴某深夜前来 讨扰了 哪里哪里 胡先生 请 请 胡先生 请坐 胡先生 亲临玉城有何指教啊 韩团长 我龙城原保安团团长龙飞虎 勾结山匪 背叛党国 您可有耳闻哪 韩某略知一二 可我听说他逃到了玉城 你韩团长非但不把他捉拿归案 反而派他带兵去清剿清风寨 可有此事 确有其事 可他已被山匪俘获 那韩团长有何打算呢 我想我们不必兜圈子了 你要我怎么做 在下当然是想为党国除溺了 这件事我恐怕给不了你 为何 我和龙飞虎都是蒋武堂的同窗 又与他肃无冤仇 何况如今他已被山匪俘获 我又何必逼人太甚呢 韩团长身为党国军人 却包庇通匪叛将 你就不怕胡某到军事法庭上 告你一桩 龙飞虎是否通匪叛国 我想胡县长你是最清楚的了 可我也听说 韩团长跟龙飞虎在蒋武堂时 就素来不睦 派他去清剿清风寨 无非是借刀杀人 其实韩团长早有除掉龙飞虎之心 吴某说得对吗 看来我们是心照不宣了 不是我不愿意帮这个忙 清风寨有一线天爱口 你要我拿下清风寨 除掉龙飞虎 那是痴人说梦啊 在下有仪器 可保韩团长不费一兵一卒 既能除掉龙飞虎 又能拿下清风寨 不知您感不感兴趣 既然有此妙计 既然愿闻其详喽 赵文 干吗呢 那什么牛 我叫陆铁牛 对 铁牛 铁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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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看看 你送我这身破衣服 这也太不衬我的气质了吧 这个 我好歹 也是堂堂的保安团团长的 侍卫官 这 这 这 拿了吧 有的穿就不错了 就这都是我过年穿的衣裳 这总比你那国民党狗皮强了 你的衣服 我说这 这 这么大个儿 谢谢 对 我们家飞虎的毒 彻底解了没有 你放心吧 我们烧寨主亲自配的药 过几天就好了 放心吧 太好了 你说我怎就那么笨 把那么个坏女人引进我们寨子 差点害了我们整个寨子 这又不是你们家废虎 救了我们少寨主 我铁牛就是死一万次 我也输不了我这罪 这次 我还真得谢谢你 干吗呢 往后咱们就是朋友了 还谢来谢去 那个 谢谢你啊 前一阵照顾干儿子 你儿子呀 多可爱 我挺喜欢的 我今儿换了你啊 我才不管你 喝喝喝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怎么着 别把破刀就以为自己是刀客 你那三脚猫功夫不行 哪天龙叔我 好好的交你两招 行啊 哪天约好了 跟你好好比试比试 就你 我已经好多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还是我来吧 虽然毒现在已经排出去了 可是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 你可千万别再惩能了 万一伤口撕裂了 那样就更麻烦了 谢谢 这么多天 你对我的照顾 我会记在心里的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如果不是你救了我 也许 现在躺这儿的人是我 对了 我爹已经下令允许 你们在寨子里随便走动了 确实 好了 你先好好休息吧 来来来 周老爹 坐 我们弟兄好久没有在一块儿喝一顿了啊 不知韩团长叫我过来 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能叫你过来陪我喝一顿 聊聊 来 吃吃 看来老弟还在为龙飞虎的事怪我 好 今天我们就直说 叫你前来就是为了龙飞虎的事 不知韩团长打算怎么办 救人 救人 对 怎么救 别急 先干了这位 对 到底怎么个救法 昭安 昭安 我们多次攻打清风寨未成 还损伤了几十个地球 这次我们借着龙飞虎的事上山一合 上山一合 那寨人如何相信我们的诚意 我们不是抓了他们几个债民吗 还给人家 不就以表诚意了吗 这倒是个办法 不过 您真的要想清风寨一合 当然 上面不就是想运送物资路过清风寨 借条路吗 只要我们答应 不骚扰债民 井水不犯河水 不就可以了吗 只是这次上山一合 我是思前想后 考虑周全 还想请周参谋长跑这一趟 一来 你的职位 让他们放心 二来你的口才 是我们军中哪个能比的 只不过不知道周参谋长意下如何 只要能救出龙飞虎 我周梁愿豁出这条命 不过 此次上山既是一合 那我就一个人去 不带一兵一族 周老弟果然是英雄胡胆 佩服 佩服 农城的父老乡亲们 保安团一连连长马成明 私征民税 欺压百姓 经县长批准 严惩不待 并退回所有税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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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胡县长 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杀鸡给猴看 上营长说的什么话 谁是鸡 谁是猴啊 你 你来得正好 你的部下背着你 搜刮民脂民膏 公保私囊 经本县调查 情况属实 此人给保安团 及你张营长 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 按律当者 不过 念其清剿龙寨 立有军功 引线网开一面 当着父老乡亲们的面 仗则八十 以敬效忧 以恢复你张营长的清誉 意下如何 贾三员 在 许行 行行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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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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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会很愿意公务吗 胡县长 你是拴着明白装糊涂 想当初 你铲除龙震镖 驱逐龙飞虎 弟兄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要不是我在龙飞虎背后捅他一刀 你这个县长现在还关在牢里呢 可到如今 你就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打我兄弟 那是不给我张声发面的 吴县长 你这算是过河拆桥吧 张营长上门 是向胡某翻旧账来了 不除掉龙飞虎 你这个营长 有何资格在我的后宅 还以止气势 大呼小叫 彼此 彼此 彼此个屁 你心愿了了 能在这儿花钱月下享受情福 我呢 要关没关 要钱没钱 白忙活一场 张营长 不是我说你 你太过锋芒毕露 我多次上报省府 让他们早日提拔你为团长 可他们 都以你寸功未见为理由托辞 在这个结果眼上 你又来了个私征民税 激起了民愤 要是让上风知道 这团场一直 去不成了泡影啊 所以 我才在大庭广众之下 唱了这出 是为你找之替罪羊 以平民愤 亏你还咄咄逼人 上门来兴师问罪 张营长 你真是辜负胡某一片苦心哪 这 那我还要感谢你胡县长不成 不必 弟兄们的苦劳 我没有忘记 看着保安团群龙无首 我这个县长也是急在心里 倘若上风 再派一个像龙飞虎那样 骄养跋扈 大权独揽 动不动就体罚部下的新团长来 张营长 到那时候 恐怕你我 就只有同命相怜的份了 那是我鲁莽了 胡先生 那你有什么良策指点在下 当务之急 告诫你的部下 善待百姓 把税款退回去 一定 先把事情压下来 再有 我听说 最近赤匪要入境 你要带着弟兄们走个过场 随便抓几个赤匪 我再适时 向上风面前美颜起去 大事可成 好 谢谢胡先生 告辞 胡先生 那我这兄弟打也打了 关也关了 你就把他放了吧 胡先生 我这弟兄跟着我 鞍牵马后好几年了 也为您立过功啊 灭汤麻子全家 那也是首当其中啊 但是 修体此事 我何时让你们大开杀戒 连老幼妇孺都傻 军人之耻 死不足死 别啊胡先生 当时也是事出有因呢 贾队长也在呢 是吧 是啊 当时事发突然 汤麻子家人拼命抵抗 还伤了张长几个弟兄呢 我们也是怕 怕这龙分虎坏了咱的大事 这才下词狠手啊 对啊对啊 是啊 胡先生 你就受罪吧 这个面子 我可以给你张影着啊 不过 不过 你给我告诉他 再也要是七航八十 滥杀无辜 我也灭他的门 你去谢民愤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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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影长 跟我去踢人吧 谢谢胡先生 告辞 老寨主 那个军官龙飞虎怎么样啊 少寨主亲自为他调制的药 已经服用过了 毒性有所控制 应该不处几日 就能痊愈了 我这个女儿啊 从小就善良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为了一个军官 做出如此大的牺牲 老寨主 龙飞虎 虽然偷袭我们清风寨 算是我们的敌人 但他以后的表现 你也看见了 不乏仁义和勇敢 我想 少寨主不但不会对他生恨 有可能对他生情啊 嗯 此话怎讲 你看啊 唐允之所以死于龙飞虎之手 都是因为他打不过龙飞虎 而心生算计 才跌入天坑的 龙飞虎反而埋葬了他 还有 这次龙飞虎受伤 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清风寨 保护少寨主 才险些丢了性命 龙飞虎身上所表现的独特品质 我们清风寨的人 无人能及啊 照你这么说 我这个当爹的倒是墨守成规了 就没能看出女儿这个心思 话虽这么说 但龙飞虎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倘若少寨主 真的对他有意的话 又不知道龙飞虎是怎么想的 此事堪忧啊 小哥哥你真厉害 那当然了 你们几个那天晚上没看见 一共就下去了 好几个坏人都干死了呢 你们呀跟着我混 没问题的 姚叔 废虎 你好了 我好了 没事了 小勺子 一戴 废虎哥 虎子 你干的叫什么 姚叔 姚叔 你这好多年没这么叫我 你本来就是我的姚叔嘛 我的伤让你担心了 没事 只要伤好了就好 你知道吗你 整条胳膊都黑了 你还说我呢 你的嘴还黑过呢 洪东哥 你可醒了 我醒了 来 要说 那些黑衣人到底是什么来路 反正不是玉城的名义 清风寨的人也没弄清楚 但这帮人真够狠 一个活够没有 他们的身手不是一般人哪 当年我在讲武堂 学习过搏击术 也接触过不少的外国的武功 从这帮人的身形来看 很像是东营的人者 东营的人者 隔山隔海的 他们跑清风寨来干什么呢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但我敢肯定 他们的目标是我 他们袭击娶姑娘 就是为了把我们引出来 那要是这样的话 这件事 还是别让娶姑娘知道的好 为什么 飞虎哥 你睡傻了呀 乔姐姐 是因为你救了她 她才感激你的 她要是知道 那些人是冲你来的 而且她 还差点倒了霉 她还能感激你吗 说不定 又会把咱们 像犯人一样关起来 你就没药夫了 我干爹也没酒喝了 我说你这小子 完全被你的干爹给带坏了 废虎 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 我看 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一次意外 以后多加小心就是 总之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对 有桃花福 你知道什么小东西 去玩去 吓了 吓了 药叔啊 我想出去走走 我陪你 行喽 我的喽 来 该你丢了 丢 蹂него 走 可以 骆飞虎 骑姑娘 找我有事啊 我爹让我把它还给你 来 这两个给你 我爹 我没头 打起来了 快练 阿诺 你没事啊 骑姑娘 你这是 没什么 我就是想试试看你的身口好了没有 我没事 我已经好了 骑过油吧 来 来 来 你们干吗去啊 你没看这烧寨主 这试试我们家飞虎 这啥好利落没有 你那么不懂事 大笨牛 说你笨吧你还不信 遇着事啊 碰到档子 再叫我大笨牛我摔死你 走 大笨牛 走 我就不信了 你摔死我看看 走走走 让开展开 大家都让开点啊 小心见一身血 我告诉你 我也是讲武堂出来的 今儿我教你俩事 我都带着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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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武功高啊 上下盘都稳啊 佩服佩服佩服 兄弟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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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姑娘 我听杜杜说 你是用自己的血救了我 谢谢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我们是民事里的人 我能看得出 你跟那些官兵不一样吗 你是个正义的人 谢谢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想回趟玉城 向那里的长官汇报一下 我在清风寨这些天的所见所闻 希望他们 停止对你们的围剿和杀戮 还你们清静的生活 玉城 你不是玉城保安团的吗 我不是 我原来是 龙城保安团团长 龙城 那你为什么要帮助玉城 来围剿我们 说来话长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爹是龙寨的债主龙振镖 我在龙城受奸人所害 全家惨死 我逃到玉城 是想搬兵 伸张正义 可是没想到 会被派到清风寨来围剿你们 我真没想到 你会遇到这样的遭遇 我很同情你 可是我不明白 我们世世代代 过着是吴征的生活 那些官兵为什么要来围剿我 说起这些我做一个军人 真的很惭愧 好了 我无意让你忏悔 我希望以后 你把清风寨当屋龙寨一样 我们清风寨人同样会爱戴你 太狠了吧 你来我们寨子这么多天 这是我第一次看你笑 服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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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我十五岁离开家 我就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 是啊 我们寨子一直都过着 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 我们都像一家人一样 你知道吗 我们有时候猎到一头野猪 大家都会狂欢三天 大家吃要庆祝了 那天晚上 你能勇敢地站出来救我和湛民 我们的湛民就已经对你改变了看法 现在 你才是我们心目中的有事 你才是我们心目中的有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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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